好那欢迎各位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Excel入门应用 在上一个阶段 我个人觉得我已经很清楚的把 例如说这个资料夹档案 如何全部的较进Excel的使用方式 取代过往我们使用的开启旧档 以及重新整理的观念 当我们有新资料汇入进来的时候 它不应该是再把后面的分析动作重算 而是直接套用 为了要达到这件事情的一个重新整理方法的概念 也都告诉各位 接下来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说 因为我开启方法都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认清楚什么叫做表格 也就是说过往我们是用Excel范围使用方式 现在我们已经改用表格 那什么是表格 格式化为表格的重要性 以及表格如何去 例如说做资料整理 还有写函式 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学会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首先你的Excel档案可以重新打开了 开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开启旧档 我要打开刚刚我们做的销售与退销货与退货 那其实这边它的这个工作表1 我觉得其实是用不到的 是可以把它删掉的 这张工作表1请删除掉 好我们这里面应该就只有两个工作表 销货与退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这个销货 它已经变成表格了 好这个表格呢 你可以在这个叫做名称方块里面 直接透过这个名项目的选择 像选到销货 你看是不是就变成销货整张工作表 而且当你当你资料又增加了2021年的资料 它这个时候它自动会把这个范围扩大 它一定是选全部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两个档案资料汇入 这个版本2016版本 它的策略是全部汇入 它把那个栏位标题列重新汇入了一次 所以你去看最下面 它就会有多了这一列 其实这一列是要把它拿掉的 不过我们现在先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表格 所以我们先知道说表格的名称 表格名称就是这个销售 以及怎么选到销售这张表格 退货也一样 如果说你想要选到整个退货 那你就直接点选名称方块里面的退货 请问一下以前我们是不是针对范围 你要手动设定名称方块 一样的意思了解吗 好 那既然有了表格你就会使用它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表格怎么选 表格怎么选 首先一样回到销售 这一格这一格已经不叫C2 应该叫做销售表格订单日期来的第一个记录内容 听得懂吗 我在讲一次 当然你会说 那以前叫C2 对不对 现在它没有这个范围了 它只剩只留下一个一个很大表格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一个矩阵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一格它就是什么表格 你要先讲 它是销售这个表格的订单日期盘里面的第一个记录 内容是2020 12月31日 就这样子可以吗 那你一定会说 这个很难记 其实不难记 反正你要清清楚楚的把它的位置理解 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用范围了 我们都不用范围 我们都只会用像例如说 请你将游标 请仔细看 对不起 这一定要仔细看 请你仔细看 我现在的游标是不是突出胖嘟嘟十字 移到上面一点点 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 这样一个向下的箭头 当你点到它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选到定单日期盘 也就是说 多的不是表格的内容 它不会选到 可以吗 因为你成功的定义一个表格 你能选到就只要选到这个表格 请问以前我们用范围 很多人会去算没有资料的储存格 那是个浪费时间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就只有锁定在这个表格里面的计算 这样理解吗 那这一个栏位怎么表示呢 它表示的方式很简单 用那个名称还是叫订单日期 但是前面加一个是中集合符号 在我们的ventor上面一点点 有一个路 左的中集合符号 有看到吗 这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 这都自动等一下会呈现出来的 可以了解 你一定要先知道 我是针对整栏去做一个什么应用 你理解吗 好 那再搭配右中集合符号 好了 接下来我就要请你自己去点点看 假设现在我选 我选发货日期 我是选上面 这条横线 有没有移到这条横线 点一下 你就会看到 你现在选择的是发货日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现在你还看得到ABC 但是当你资料够多的时候 它那个ABC 因为根本就不重要了嘛 所以它不呈现ABC 它呈现的是栏问名称给你看 来请你试试看 能不能选到一整栏 接下来我就要准备应用咯 好接下来呢 我现在就要教你们一些简单函式的一个设计 好请注意一下 我想知道这一笔订单是哪一年 我想知道这笔订单是哪一年 很简单 用YEAR 对不对 请问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观念嘛 对不对 等于YEAR 刮服订单日期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它是哪一年的订单 还是我要不要讲YEAR是什么 听得懂吗 要不要讲 要讲 好 还是怎么用 好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呢 我想知道这一笔订单 好 例如说我先 对不起 我觉得有一个观念 我必须要先讲 它这个下面 它会把第二个档案的标题列 放在所有资料的下面 可是这个标题列 这个标题列 它又不是完整 你看像这边 这个就没有 这个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列 我认为是不需要的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给拿掉 假设你有第三个档案 第四个档案 它一定都要拿掉 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一下 你觉得是在这个地方去做 这标题列 这一列把它给删除掉 你觉得是这个方法吗 不是 你这样子的话 假设新的档案 你放到资料夹以后 请问是不是这一列又会跑出来 因为那个新的档案 是不是有标题列 是啊 所以你应该要在哪里做这件事 要在Power Query编辑器里面做这件事 有听得懂吗 这就叫资料处理 请问一下 我们以前用Excel 我们是不是因为你开启旧档 你是不是全选复制贴 贴到另外一个档案 对不对 有没有会产生第二个标题列 第四个标题列 会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多余的 那你信不希望说 假设我在放第三个档案进去 第四个档 我标题列 我设定完毕 把它删掉 它就以后不要再出现 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件事 我们要在Power Query编辑器里面做这件事 好 来 麻烦请先点资料 请配合一起做资料 底下有一个叫显示窗格 接下来我们要针对查询一进行编辑 请问一下 订单ID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key 对不对 这个key 它的组成 它的资料类型 应该都是什么 应该都是文字 而且它的长度是不是有被限制 对不对 这家公司的订单 一定长度是有被限制的 几码 12345678 901112 131415 请问是不是15码 会不会有例外 绝对不会有例外 请问 身份证字号它之所以能做作为key 请问它的长度 我的身份证字号长度跟你的 跟学长你的身份证字号长度 是不是都一致 跟所有只要是 国民 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 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字号的长度 是不是都是一致的 理解吗 因为它要做key 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一栏里面 如果有那个key不对 长度不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把它给提掉 这样 听得懂吗 好那当然了 因为你现在的计算 假设是只有计算 身份证字号长度是什么 那例如说 假设这边有一个是国外的人士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又不是这样子计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把这个订单ID 订单ID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往下的三角形 订单ID往下的三角形 这边会出现一件事 因为我的解析度被 被放 我放大之后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叫做Lockup 这项 因为他超过一千项 因为我们确实资料非常多笔 所以我们把 我们把邮寄方式里面 请点这个 载入更多里面这个邮寄方式请关掉 好不好 第二个档案 它的标题列 这样了解吗 你把这一列等于说不要呈现 确定 可以吗 因为刚好这个订单ID 他超过了一千笔 一贴一千种 应该说一千种 好 可以吗 麻烦请做那个邮寄方式里面 把这个邮寄方式取消掉 再来麻烦 麻烦他 请打开这个这个地方 好 请点查询二 查询二也有这相同的问题 我们就把这个订单ID 订单ID 请你拉到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订单ID 请把它取消掉 不要选到订单ID 点选确定 可以吗 这个时候我们再关闭 关闭 并展入 你的职业 你未来如果再放10个新的档案进去这个资料奖 也不会再出现这件事 这样听得懂吗 这样子的作业方式 而不是在Excel这边用删除记录币的方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这个消负的函数设计 来 请点它 请把刚刚查询活页部关掉 好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会希望知道这笔订单是哪一年 这笔订单是哪一年 这笔订单是哪一年 对不对 为什么 各位 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很基本的分析 就是说2020年跟2019年的一个订单销售额比一比 这件事 所以你是不是要知道说这笔订单是哪一年的 因为你到时候算错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资料做分类 好 这笔订单是2013年的 我就先把它标注2013 可以吗 那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透过写函式 所以请将这个水平卷轴移到最右边 最右边 现在我就要教你 因为它是一个表格 所以你只能在既有资料汇入进来的最右边 增加表格 增加资料栏 请问你可不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在这里插入一栏 直接插入 可以不可以 它还是允许你做 但是当你一按重新整理 当你有新资料进来的时候 你这些资料全部都不见了 等于白做了 可是你加在最后面 那就不是白做 听得懂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要先成功的先做出来 你才会比较有感觉 以前以上是不是 我要知道这笔订单是哪一年 那我就在那个订单后面 我先插入一栏 然后把这个订单的年 透过函式把它列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以前以上你一定是这样做 但现在我要告诉你 请你不要破坏表格 请你不要破坏它原本的表格 可是你可以在右边 一直不断的增加表格 它只会帮你扩大这个表格范围 但是如果你从中间就直接插入 它认为你就破坏 当它重新整理 它又恢复成最原始所有资料 长的样子把它汇入进来 那你原本插入进去的那些资料 全部都不见了 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水平卷轴拉到最右边 移到这一个 没问题吧 首先这个蓝 那我们就取名叫棉 订单的这一棉 那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表格 就自动 自动帮你增加了一个叫 它就把这个棉当作是标题了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写函式 我现在是要其实我会希望你们要了解 表格的函数意用 首先我们函数怎么使用呢 在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插入函数 当然就点插入函数 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请问一下搜寻函数里面 我是不是要输入关键字 对不对 你觉得要输入哪一个关键字 请问你觉得要输入哪一个关键字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不是 我想调查出这一笔订单 它是哪一年 所以呢关键字是什么 年对不对 好最好打英文 除非你不知道那个英文 当你输入了 当你按了一下enter 它就开始搜寻 对不对 结果它就找到year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会传回储存格里面 里面的传回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里面是 日期的年的部分 而且请问这个值 它是从1900年开始 对不对 好所以系统有的时间认定的第一天 是1900年的 请问是几月几号 是第一天 1月1号 对不对 真的我才曾经听过 有人跟我讲00月凌号 我说那是哪一天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是第一天 1900年1月1号 它是一 这样了解 它是一 接下来 它就是电脑技术里面的第一个数字 这样听得懂吗 开始你自己算 所以到现在2023年的3月24号 是经过了 这样经过了多少 123 122年 123年 就3个月的 应该说是两个月的24天 对不对 这样算在那个数值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日期 它其实是用数字来去改变它出现的形式而已 好 所以它在资料类型上面算 它有一个叫日期的定义 但事实上 它还是透过可以做数值的加减运算 好 点选确定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就必须要去选 好 请问怎么选 当然跟以前你的选法一模一样 请水平卷轴拉到最左边 请点订单日期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它把订单日期 记得记得 刚刚我讲说 那个蓝 蓝 它是不是前面有加一个中瓜糊 后面加一个中瓜糊 对不对 那是蓝 我们知道它用的是订单日期 可是前面是有一个小老鼠 你知道小老鼠是什么意思 小老鼠的英文 英文它是 可以吗 它是在这个表格的哪一个位置 对啊 你的电子邮件不就是你前面 前面是你自己编的 但是是在哪一个伺服器 对不对 好 这样有看得懂吗 好了 确定全部都帮你送完了 这就是用表格的好处 你记不记得以前 你还要拖曳复制 你怎么知道你要拖曳复制 你怎么知道你要拖曳复制 一定有人教你 你现在已经想不出来 那个人是谁的 听得懂吗 可是请问一下 你现在用表格 是不是它就直接 你这一格长什么样子 请问你整个表格 是不是都应该套用相同的定算方式 对啊 所以它就帮你整个算完了 所以你连复制都不用做 它就帮你整个算完 可以吗 请问我这样子讲解 函序的使用 你们有没有比较听得清楚 因为会越讲越快 有听懂 好 那接下来 请问哪一个月 哪一个月相同的方式 我们就快速再做一次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订单的月 直接将游标移到V1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请输入 请点选 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 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面 搜寻 当然输入MONTH 这我想没问题 开始 第一个就是了 所以点选什么 确定 接下来一样 水平转轴就直接拉到最左边 我一样是用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作为我的一个什么 参数 参数 然后确定 好 那我想这个年更月 应该都成功的算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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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